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经济学家最近撰文指出 影响美国家庭企业贷款利率的是金融状况 而不是实质联邦基金利率 经济学家认为随着股价指数创历史新高 且信贷利差极为紧缩 林恩准会的两码降息行动让金融状况变得更加宽松 经济学家表示经济衰退的根源 以及经济突然以非线性方式从平静转变成混乱 都是源自外部冲击 美国家庭不会突然停止支出 除非所得或财富受到冲击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并且认为 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用金发女孩来形容 降息幅度过大且速度过快 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再度面临过热风险 7月份曾指出宽松的金融状况 以及民间锁定低利率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远比预期疲软 进而使得美国经济持续强劲成长 University Investments创办人兼投资长 Mark Spitzberger接受专访时就表示 随着股价指数创历史新高 交易商对美国经济软着陆 越来越有信心 股市似乎处于金发女孩阶段 他认为即便FED调降利率 经济放缓等因素 仍可能导致股市突然重挫 黄金价格将会下跌 加密货币将与风险资产一起走低 债券可能是避风港 未来几个月波动性将会窜高 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官网公布 截至2024年9月27日的预估数据 2024年第三季经济节性因素调整后的 美国实质GDP成长年率爆3.1% 高于9月18日的2.9%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